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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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来学 所以我们过一段时间 不做太多的事情 不要自问自答 你的意念就会停止 你们知道这个台长 跟你们讲的这个白话 非常深吗 什么叫自问自答 我昨天给你们开始的时候 你们听到台长讲过这句话吗 你们今天 我告诉你们 一个人都会自问自答 比方说 这个事情你们能做吗 马上心里有另外一个事情出来 不能做 为什么不能做啊 他对我这样 我为什么不能对他这样 你这样也太过分了吧 什么过分啊 我就是要骂他 骂了之后他打你怎么办 他打我 我还有两个儿子呢 大家听不懂吧 那就叫自问自答 我修心这样也不对啊 没关系啊 修心啊 我也是做功德呀 我骂了他 他也好了呀 或者怎么样 他有自问自答 因为心有内心和外心 内心是什么呢 内心很复杂 内心再往里面 真正的本性 就是你真正的内心 外心是什么 已经是经过污染心 贪心 痴心 嫉妒心 恨心 都是你的外心 所以你经常用心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很多老妈妈烧菜都叫自问自答 你的心怎么会干净啊 哎呀 今天这个菜 红烧好还是白煮好 是切片好还是切块好 切块吧 不要 昨天刚刚切块 切片吧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刚刚切片 你想想看 你的心怎么会干净啊 全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杂念啊 不要有杂念 抛弃杂念 忘却杂念 我们才会心尽无私 大吃大悲观世音不散 大吃大悲观世音不散